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新闻开始来关心的是选举的议题 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和立委候选人张美惠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今天是在自由广场盛大举行 现场吸引了超过6000人次到场立挺 而这也是赖萧佩成军之后 萧美琴第一站的浮选 希望可以以她深耕在第10年的高人气 在深蓝的艰困选区可以突破重围翻转花莲 我要看到你们我好感动哦 经过三年半 花莲我要回来了 民进党及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经过三年半的时间再次回到花莲 站上竞选舞台 造成广大乡亲热烈回响 这是民进党花莲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26号上午在国安邮局旁自由广场盛大举行 现场满满人潮 吸引超过6000人到场立挺 而这也是赖萧沛曾军后的所占服选 我跟美琴 所代表的是信赖台湾的国家方向 我们有绝佳的合作默契 我跟美琴认识 30年了 都有对国家的强烈使命感 都同样为了民主 不怕困难 我们坚定地走在信赖台湾的道路上 要让台湾持续壮大 绝不走依赖中国的回头路 我也要向大家报告 乃清德已经准备好 要为台湾的下一个四年 八年 甚至更长远的未来 打下基础 这十年当中 虽然面临花莲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 家族垄断的封杀跟打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五六四八五位的你们 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跟我站在一起 让我可以脚步更踏实 更贴近土地的声音 所以我很感动 也很高兴 看到今天张美慧 愿意站出来 来承接小美琴的用心 来承接小美琴的耐心 来一件一件的 解决花莲人面对的问题 一件一件的 来争取花莲人药的建设 肇事活动中 除了赖清德 秦子授欺 小美琴也将球棒交付给张美慧 象征使命的交付 强强联手 强棒出击 是在这几年 至少七年 在现实的竞争力 永续力的排行 花莲从来没有赢过台东 花莲都在十名以外 台东从来没有掉到十名以外 光这七年就是这样 对于花莲 我们一定要改变 我们一定要翻转 我们要找回像田志轩 萧美琴这样 无私奉献为花莲努力 为花莲打拼的 从业 政治从业为民服务工作者 大家说这样好不好 好 肇事活动中 赖清德也端出多项政策牛肉 他表示打造国家的希望工程 所有县市必须手牵手 向前迈进 而台湾需要均衡发展 行政院与地方政府也将密切合作 让年轻人都可以回乡打拼 打造健康国家 也让世界拥抱台湾 记者 许立晴 华莲市报导